國瑜 國瑜 共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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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以人民素质为主的一个国家 可是竟然会选出这样的立法院院长 是不是你是哪一个美国 我是国会县世报的媒体 这边有国会县世报你可以看 我们当然都做过一些努力 也希望说真的能够选出比较好的立法院长 除了韩国语以外 那么多优秀的立委 为什么不选出来当院长 为什么要选一个这样有争议性的人来当院长 真的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刚刚也努力过 想说叫民众党那边 你就派三个人出来投给游锡坤 当然游锡坤54票 跟韩国语54票 全部都让他平票 那这样会有党级组困吗 会有党级组困吗 是一个小小的数字不会有组困的问题 那等等第二轮投票要进场吧 我现在要进市公司 所以12点半就要投票了 对啊 所以12点半就要投票了 委员院长的负贤你们要怎么样 会自提还是要投给谁的吗 谢谢大家 因为如果不自提的话 一对一就直接可能就是拱手让给国民党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刚刚打电话要给你 我刚刚打电话要给你 不好意思吗 谢谢大家 我刚刚打电话要给你打电话抱歉吗 团团会发生 谢谢 委员你们中午还要开会吗 还是已经开完会了 现在要回去我的研究室哪个东西 他刚会讨论会议中的讨论到什么 委员有话要被赖副总统说吗 委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被赖副总统说 他今天会发生吗 呃 想你 古会非常红 金标国会来高峰 元君定德林弘万 为民开和平之功 我信赖他的智慧 但是依然强力监督 所以一声感动你一个 走不去 这个伞特别定做今天要 就是 还是之前 就是殷勤两用伞 未雨绸缪 没欢乐 为什么是9月5号 因为那一年是9月5号是他到 行政院当院长的日子 所以这把伞从那时候保存到现在 没有错 是长达六年的爱情吗 一直期待的今天 是不是稍后再连返回 后面啊 还会有很多年 好 谢谢 好 好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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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往前 可以再 可以再往前 可以再 可以再往前 可以再往前 可以 要再往前 我原地要去做红盘了 今天是來地履歷的 哪有人要到職的當天才地履歷這樣子 今天第一天上班 好 所有媒體大家早安 我是玉琴 旁邊這位應該是很多人都認識 記者應該都是看他的戲長大 看我們兩個的戲長大 今天很開心能夠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辛苦了 那我想2月1號第一天也是責任開始的第一天 將來進到立院我相信有很多的挑戰正迎接著我 那不管是在教育的議題 或者是在弱勢團體他們的一些福利 那另外還包含我長期以來關心的動保的一些問題 以及文化產業的問題 這些都會是在我任內當中第一首要的會努力的一些方向 那今天真的很辛苦大家在這邊大太陽底下走紅毯 其實我是前幾天才知道原來立委要走紅毯 所以那時候我就第一個時間就打電話問燕明志 我想說大家敲碗敲那麼久了 那他也都很爽快的一下子就答應了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他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你的日子 他的版面會比我大 因為他從拍戲到現在胖了20公斤 喂 不要強調 不強調 對對對 他又想要跟大家宣誓一下說我要當老師我要當立委 對啊 是他嗎 他還是我啊 他要當立委啦 我已經是立委了 那你要當 我要當主任 我還是主任 對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今天到底會帶誰來走紅毯這樣 那我就想說 嗯 先不說 不好說 等到到時候出現在紅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給大家一個驚喜啦 那也希望這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黃中興主任 葉明志 對 我看到今天的陣仗我真的嚇一跳 而且很緊張 很緊張 對 你緊張什麼 我從來沒有來進來過啊 所以說什麼都很新鮮 其實不要說你沒來過 其實這一區我還沒出來過 呵呵呵 好 謝謝大家 其實這個都是選舉結果的一些 我們都是尊重 其實都是尊重 那當然當然希望整個所有立法院 我們的氣氛還是和諧啦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對 嗯 蛤 不會不會 我們還是會很開心的跟他 跟他拍照 跟他合作 對 其實沒有什麼 嗯 對對對 我今天就是來實習的啊 看我適不適合啊 他會先來實習一個半天好了 先實習一個半天這樣 感受很習慣嗎 嗯 嗯 在適應當中 因為我很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 我一直在流汗 太陽又大 對啊 所以說我 我還在適應當中 嗯 不過還是要經過我辦公室真正的主任的考驗 對 哈哈哈哈 對 今天很謝謝他啦 就是情義相挺這樣子 對 嗯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就是我跟韓國瑜的會面 那當然過去在高雄從議會 那現在到國會 未來要成為同班同學 那當然是可以重逢成為同班同學 就是好久不見 哈哈 那接下來在國會不只是當同學啦 那連那個抽到研究室都是同一棟 都在青島二還會成為鄰居 那我覺得緣分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也覺得接下來 嗯 既然都要進到同一個班級了 我也希望在這個同班同學 大家都可以好好相處 那可以一起把這個班級經營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不分黨派 我對於接下來新的一屆國會 所有同事的期待 那我也希望 嗯 跟同學們都可以一起讓 嗯 為台灣留下一點什麼 然後做一點什麼 那昨天韓國瑜最想跟他講的一句話 就是 嗯 過去都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好好當同學吧 我覺得 確實因為今天我們就會選出立法院的正副院長 那無論結果如何 那我覺得這個班級都還是要一起走下去啦 這四年我們就是同班同學 那面臨三黨不過半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去思考的是 呃 在這麼多可能接下來會有立場分歧的情況下 我們到底如何把為台灣留下一點什麼 所以我比較期待的是 接下來四年我們還是可以在彼此不同政黨 但是有共識的事務上面 共同推進一些呃 一些成功的法案 呃 配議委員 還有深翰委員 還有柏陽委員 其實呃 這幾天在還沒有就職之前 我們針對開放國會的精神 其實有諸多的討論 那我也認為說 我們這幾位委員進到國會之後 有義務要繼續延續過去開放國會的精神 以及過去已經完成的事項 那把剩下的一些未進之夜 繼續的在國會裡面努力 那我也認為開放國會是 國會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事項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分黨派 大家都應該一起來努力的 所以其實過去跟民間團體的合作也非常多 那這也是希望在新的任期開始 那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家來討論的 就是新的國會 大家應該都要來支持開放國會的精神 所以除了我們四位之外 我也希望呼籲所有不分黨派的國會議員們 大家一起來把開放國會做得更徹底